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朗普还有任何翻盘的希望吗 那么被特朗普绑上战车的共和党 到底将作何取态 特朗普是否将把美丽间 推向一场史无前例的限制危机 今晚的凤凰球球连线 华盛顿现场 凤凰卫视驻美国记者王悠悠 以及美国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 助理教授孙太一 中国南京现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峰一起来关注特朗普 最后一搏胜算几何 我们现在看赵兰的周团报道 1月6号美国国会将最终确认 表决总统大选结果 1月20号就得政权交接 眼看电线越来越近 永不认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干脆2号直接打电话给共和党籍 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要选票 从华盛顿邮报曝光的通话录音来看 特朗普从一开始的特使咆哮 你错了 在小之一里 动之一心 是他们舞弊在线 我只想找到11780张票 不愧是语言艺术大师特朗普 有强硬 有祈求 然后拉踩 最后威胁 刑事惩处 特朗普明明白白 对选票精确到11780 就是在要求州政府官员 可以不择手段 帮助自己比拜登多出一票 迎回佐治亚州 法新社称 这次录音是 前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倒台的翻版 虽然变出11780张选票 已经不可能了 但特朗普焦虑可是看得真切 3日 经国会众议院议员投票 民主党人佩洛西最终以216票 击败209票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成功连任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势如破竹 众议院在手 离控制参议院也只有两步之遥 5日 佐治亚州将举行两场参议院补选 一旦这两席也被民主党人拿下 两党在参议院将各占无实习 届时 哈里斯将兼任参议院议长 民主党将稳钻参众两院主导权 万一白宫和参众两院都拦了个透彻 民主党成2020美国大选最大赢家 这让共和党人还怎么玩 2日 11名国会共和党参议院发出声明 称将在6日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确认当天投票 反对大选结果 众议院也有风声 至少140名共和党议员 预计会否决选举人团 确定拜登胜选的投票结果 眼看特朗普厚颜无耻的水平 越来越高 就怕真的不会和平交权 有军事政变的风险 五角大楼十位 Peace and Love的前方长3日 赶忙在《华盛顿邮报》 看了公开信 呼吁和平交接总统权力 警告军方切勿介入大选 否则不仅危险 还会违宪 最后更喊话代理方张米勒 不要掺和特朗普任何图谋 更应该与拜登团队合作 而特朗普就是特朗普 不撞美墨边境墙不回头 不到密西西比河不死心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 不停鼓动自己的支持者 6日在华盛顿举行大型集会 进行抗议活动 多个激进民兵组织的成员 积极响应 花样百出 特朗普翻盘可能性多大 以不变一万变 拜登如何捡招拆招 东山再起 大限将至特朗普退路何方 11780张选票 11780将成为特朗普的一个标签 也就是人们以后 谈论他将会提到的一个数字 我们首先来有请悠悠 美国舆论把这个事件 甚至是和当年水门事件相提并论 可见大家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对 科夫 那我们看到整个来龙去脉呢 特朗普是在1月2号的时候 也就是新年的第二天 打电话给佐治亚州务卿 那他在这个电话中的一个核心要求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呢 让这个佐治亚州务卿 找到11780张选票 来为他在佐治亚州翻盘 那我们看到根据美联社统计的结果呢 特朗普是以11779张票 输给了拜登 所以说呢 特朗普想以这个一票的优势呢 最终拿下佐治亚州 但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这个电话的 这个目的呢 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最终的意义呢 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也知道 拜登呢是以306张选举人票 多出了特朗普74张选举人票 拿下的这个选举 那即使呢 特朗普拿下佐治亚这16张选举人票 还远远不够他翻盘的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录音曝光之后呢 很多社交媒体上呢 有一个特别热评的一条评论 就是说那特朗普打的这一电话呢 只是他打的这个所有电话中呢 唯一被曝光呢 由此可见呢 他打过很多类似的电话 并且内容呢可能也是类似 所以说呢 特朗普不仅呢 是给佐治亚州务卿打了电话 他还非常有可能 给其他的很多州的州务卿 和州长都打了电话 但是呢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呢 就已经有媒体曝光说 特朗普呢在白宫那几天 一直没有见人 其实是一直在忙着跟州长啊 州务卿啊 这些选举官员打电话 所以说这个评论呢 也不是空穴来风 那特朗普呢这个举动呢 是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哗然 不仅是民主党人在骂他 包括他的自己的本党共和党人呢 也是包括重量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 还有前官员呢 都是站出来 表示说总统的这样的举动呢 可能会违反宪法 甚至呢有一些人说 这是一个impeachable action 就是可以再次遭到弹劾的一个举动 当然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的任期剩下了两周多 因此呢由这个众议院 再次发起弹劾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呢也从这个说法 和这个反响上可以看出 特朗普这个举动 是有多么的不合适 科夫 是的 好 好 谢谢悠悠 用不合适来形容 似乎是非常的礼貌 的确这是在肥皂剧中 可能去出现的这样的情节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 我们再有请在南京的朱峰院长 为什么特朗普会 到了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地步 能够赤裸裸地要求 找到11780张选票 在所有人看来 都是不可思议的 对 科夫这个问题非常好 最近的这个美国媒体 包括自护的这个分析报告 也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特朗普输了 他不愿意体面地下台 而且很多的媒体 都在问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特朗普输了 他还要以这样一种 丑陋的方式来翻盘 而这种方式 不仅是违背美国宪法 玫瑰美国法治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 玷污了美国这么多年 号称的这个民主法治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体制和机制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三天 美国的媒体真的是疯掉了 就是特朗普不仅这是一个 如此的违背美国的民主 和宪法价值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他即将下台的时候 他把美国整个民主和法治体制 作为赌注 想要实现所谓个人翻盘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 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发生 特朗普也好 他的所有的行动也好 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耸人听闻 那么根本的原因到底什么 我觉得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特朗普想要通过所谓的翻盘 来操控整个共和党的 选民的基本盘 使他在这个即使下台之后 他还能有足够的所谓的 共和党类民意的操控能力 可以把整个共和党 继续拴在他的所谓裤带上 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特朗普这个人心眼真的太小 这个人真的是很low 就是你不能把整个美国的宪法和民主体制 做赌注来实现你的个人利益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美国媒体分析 特朗普也知道 他这个下台以后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 司法纠纷 甚至包括美国疫情的严重 很多人会指控他 所以现在这么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为他下台以后的所谓的 避免牢狱之灾 来所谓的脱罪来解脱 但是他反而是弄巧成拙 是的 正如您说的弄巧成拙 但如果说是想为自己洗白 避免牢狱之灾的话 那就不应该说出 找到11780张选票这句话 这个在任何法庭上都可以成为一个证据 再来有请在华盛顿的太医 你怎么看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 特朗普说今年选举特定 他说这个铁定有舞弊 确实他自己干的 他当然100%确定今年有舞弊了 那特朗普的所作所为 就像刚才悠悠和朱峰老师说的 他可能违反了联邦宪法 以及佐治亚州的相关法律 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 任何征求 请求 命令纠缠 或者以其他方式 试图诱使他人参与选举舞弊的行为 都是非法的 联邦层面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 那这样的操作 放在之前几十年的任何总统身上 可能都会面临被弹劾的风险 或者让他辞职的压力 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比起来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但在特朗普时代 因为他不断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麻木了 觉得这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行为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以说无论是特朗普最终 是否能够成功的翻盘 美国的制度 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 已经被他严重的冲击了 当然特朗普现在也有余地 因为他并未明确的说明 如果州务卿不这么做 他自己会亲自去报复 谈话本身是否属于犯罪 还需要陪损团及法官来裁定 另外我觉得他的动机 可能除了想要一搏 想要翻盘以外 还有几个可能性 首先是想要维持 他募款的热度 因为有这样争议性的话题 可以使得他的募款团队 可以继续收到大笔的募款资金 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是 刚才朱老师提到的 他想维持他的基本盘 因为他可能很快就会宣布 他要参加2024年的总统的大选 那么如果说能够在宣布之前 仍然能够有这样的一批铁杆粉丝 始终围绕在他身边支持他 那他2024年能够继续胜出的可能性 可能会增大 好的 看来这个噩梦远远没有结束 再来有请在华盛顿的悠悠 不管怎么样1月6号 美国国会都要做最后的确认 我们看到美国共和党议员 包括克鲁兹在内的似乎是11个人 表示会对有争议的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投下反对票 那么他们的反对票 是否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实质的影响 好的 科夫 那现在首先是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是在12月30日的时候提出了 他可能会在1月6号的时候 对这个选举结果进行挑战 那当时我们看他当时发的声明是 他认为包括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 有很多州都违反了当地的选举法 要求国会进行10天的紧急调查 那我们看克鲁兹之后 在新年之后带头带了11个参议员 也是一起加入了霍利 一共12个参议员 他们将会挑战选举结果 但是我们看克鲁兹他们这些议员 所挑战的所谓的选举结果 跟霍利发表的声明基本上是一致 也是要求国会进行紧急的10天调查 那我们看现在他们并没有拿出 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就是指这些 他们所说的这些州存在选举舞弊 导致这个选举结果不公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要求国会进行调查 那现在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国会最终同意他们的这个要求 进行紧急的10天调查 那1月6号的时候 再加上时间也就是1月16号 还是赶得及 无论是确认谁当总统呢 最后都会到这个1月20号宣誓就职 那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 如果有一位至少一位参议员 和至少一位众议员一起提出挑战的话 那国会将会修会 也就是修掉这个联席会议 并且两院是分别进行辩论 那现在我们知道 已经有12位参议员了 也有数十位的众议员 将会提出挑战 那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两院修掉这个联席会议 并且分别进行辩论 我们知道在2000年2004年 还有2012年的时候呢 民主党都是对这个选举结果 提出了挑战 但最终呢都是失败了 只有一年 也就2004年的时候 一位民主党参议员 加入了民主党的众议员 一起呢挑战俄亥俄州的选举结果 但最终呢 在这个两院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呢 没有对选举的结果 做出任何的影响 那现在美国媒体呢 和分析人是普遍预计呢 这次虽然人数比较多 但是呢整个呢也是一个政治作秀 主要是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呢 还是离不开特朗普最后对他们的支持 并且呢有像克鲁兹这样的一些议员呢 他们可能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 想有所作为 即使是特朗普再次宣布参选 他们也想做特朗普的左膀右臂 或者是他们自己站出来宣布参选 也是希望获得特朗普的支持 所以说呢所有这些人呢都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最终呢可能会对这个选举结果 1月6号确认选举结果呢不会有太大影响 科夫 好的 谢谢悠悠 看来大局已定啊 应该说是败局已定 好 我们再来有请在南风的朱峰院长 共和党也出现了分裂 包括像罗姆尼这样一批共和党人 一早就说拜登赢了 包括像麦康纳尔这样的资深的政客 一开始是不愿意承认拜登赢了 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拜登赢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部分 像克鲁兹这样的 到最后也是不承认拜登赢了 您觉得他们取态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特朗普为了自己的利益 想要绑架共和党 但是共和党现在在不断地出现分裂 像罗姆尼 像麦康纳尔 像另外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大佬 叫Lindsay Graham 都已经其实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现在特朗普这么折腾的结果 不仅是绑架这个美国民主 而且绑架美国共和党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刚才佑佑也谈到了 如果说现在泰特克鲁兹带领的 我想说的最新的数字是 已经美国参议员有14位议员 就是和泰特克鲁兹一起来所谓的挺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参议员有140位 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 美国国会要进行重大表决的时候 所谓的这种三分之二的多数 所以1月6号 不管有什么样的 美国国会就确定选举人团票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争议 但是共和党内挺特的那一派 完全无法翻盘 所以最终的结果 这是可能美国国会就认定 选举人团投票的这个结果 可能稍微会放慢 会拖延 但是已经完全无法复盘 这就是今天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想要操控所谓的选举的阴谋 来绑架美国民主 必然将以失败而告终 是的 从这个结果 似乎是从11月3号就已经确定 一直到现在还在政论 已经是1月6号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关注 佐治亚州参议员补选 为什么对将来美国政治生态 将有很重大的影响 待会见 其实相比1月6号 要国会确认选举人团投票的做终结果 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会更加深远地影响 美国今后4年的政治生态 就是佐治亚州参议员的补血 如果赢得全是民主党人的话 那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在参议院中 是以50比50这样的一个平均数来对立 这将取得一个政治的平衡 我没有请在华盛顿的太医 如果真的是由民主党赢得两票 赢得两个席位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拜登的执政 好的 可以说2020年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美国政治好像依然生活在2020年的阴影当中 因为佐治亚的选举 以及拜登的这个核准 都是直接关系到接下来 美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 那佐治亚州的两个席位 对拜登是否能顺利地推进 他的一系列主张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之前在参选的整个过程当中 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布局来做决定的 当然他此前并没有料到会走到这一步 因为他本来以为 缅英北卡这样的州的席位 可能会更容易被拿下 那现在平均民调呢 民主党的两位候选人都有微弱的 在误差范围内的优势 已经进行的提前投票呢 也显示选举投票率就好像这个 刚刚过去的这个大选一样非常的高 所以民主党仍然有一定的希望拿下参议院 这个局势在几个月前都不敢想象 也与特朗普这几天还在不断的搅局有关 一呢是他不断声称佐治亚今年的大选是非法和无效的 让选民们不要相信佐治亚州的选举制度和机制 那这实际上可能压低共和党民众的投票率 既然投票的行为是一个非法而无效的机制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呢 那与此同时呢 特朗普还要求佐治亚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 明确表态不会支持核准拜登胜利的结果 但两位议员迟迟不敢表态 因为表态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一部分 较为温和的共和党选民以及中间选民 但不表态呢 现在又会造成让特朗普的支持者潜在 不会投给他们的票 所以呢 这个因为特朗普的自私 共和党可能会面丢掉参议院的风险 不过因为佐治亚是传统的保守的州 两个月前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共和党候选人实际上得票也超过了民主党候选人 所以最终结果会如何 现在并不明朗 只能说民主党并未失去希望 好的 谢谢 太一再留请朱峰院长 对于今后四年美国的政治生态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和解读 我觉得应该说特朗普最后 在下台的关键时刻 还在继续枉加美国民主 搅乱这次大选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正情 惊情 涉情 我个人觉得这个特朗普 对这个整个美国的打击 会越发地沉重 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最后 这个临到下台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还这么的猥亵 这么的违法地来闹 事实上使得美国的政治社会撕裂 会变得进一步地沉重 而且刚才太一也谈到 就是现在的这个佐治亚州的 这个两个参议员的这个补选 其实或者说候选 新的这个选举的这一轮这个过程 其实现在民意调查 已经揭示得非常清楚 民主党已经在佐治亚州的 这两个参议院补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特朗普闹得越厉害 其实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伤害就越大 连这个共和党的前这个国会的这个党编 也就是国会的重要的这个党首这个Paul Brian今天都已经发表正式的公开的声明 说这个特朗普现在是完全在绑架这个共和党 使得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整个政治社会的 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好的 非常感谢朱峰院长 怎么说呢 美国人民的选择 谢谢朱峰院长 谢谢孙太一先生和在华盛顿的幼友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